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张一星年底好忙 录制B站跨年 参加TMEA 春晚疑似还有他 张一星一道年底好忙啊 成为各大平台争相要求的宠儿 谁让他是最稳定的艺人 没有绯闻 更重要的是 他业务能力真的好厉害啊 和上半年相比 张一星下半年的活动确实不多 参加的综艺也少 不过年底到了 各种舞台都接踵而至 邀请张一星的平台真的很多哦 TMEA音乐盛典 B站跨年晚会 还有央视 疑似也有张一星哦 BZAN小王子张一星 张一星在BZAN里 一直有小王子的称呼 之前他好多视频 都在这个平台闸了 各种花式谈目 都惊到路人了 张一星演唱的各种正能量的歌 在BZAN里都是圈粉的时候 这次听说张一星要参加BZAN的跨年 不知道那些阿婆主 是不是会被一星吸引呢 不能成为粉丝 起码会是一个路人粉吧 据说张一星已经到无锡了 要录制了 太期待了 一星不仅要参加最美的夜跨年晚会 鹅场的音乐盛典 没准也会有张一星哦 其实 鹅场这次的活动 做得太令人吐槽了 音乐盛典 本来悄无声息 一次因为官宣EXO 上了一次热搜 后来又因为删除EXO的官博 又上了一次热搜 真会溜粉 本来是无人问津的音乐盛典 全靠EXO带来的流量 令观众知道他办了这个晚会 各种传言 张一星要跟EXO合体了 也是赚足大家的眼球 谁知道 又删除了 哎 怕是不是到天团的玄学霸 央视春晚张一星 据说 今年春晚是去流量化 所以肯定不会情有风险的艺人 现在张一星已经不算是流量行列 趁得上有实力的艺人 而且从他年底开的几个会来看 他上央视春晚的几率非常大 还记得张一星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 还是跟其他人一起 拼盘上春晚 到如今他在春晚Solo 给大家展现张一星应该有的唱跳实力 去流量化 语言类节目增加 唱跳类节目减少 肯定会优中选优 那么绝对会有张一星 若是央视春晚会有谁 我不能猜得对不对 起码会有张一星 易烊千玺 这两位算是上面的红人 我猜绝对会有他俩 除非千玺要在剧组 剧组不给假 我就猜他俩 肯定会上 你觉得今年春晚会有谁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安